继3月11号 俄美常驻联合国代表 就在乌克兰发现 美国资助的军事生物实验室问题 激烈交锋之后 俄驻美大使和美国院发言人 也吵了起来 美国院发言人普莱斯11号说 俄罗斯可能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 对此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驳斥说 美方发表的言论毫无依据 据塔斯社报道 俄驻美大使馆11号发表 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的表态 安东诺夫称 美方的言论毫无价值 美国官员一如既往的 没有花功夫拿出任何证据 这又是试图将俄罗斯妖魔化的行为 安东诺夫指出 俄罗斯在近日公布的文件中 详细描述了乌克兰激进分子 可能使用有毒化学试剂的情况 而这些行为 是在美国情报机构代表的控制下策划的 安东诺夫还说 与美国不同的是 俄罗斯2017年就销毁了所有军用毒剂储备 这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得到书面证实 俄罗斯方面说 俄方在乌克兰发现30座生物实验室 并从一些实验室雇员获得相关文件 根据美方自己公布的数据 美国在乌克兰有26座生物实验室 美国国防部拥有绝对控制权 新华社卫星新闻实验室 根据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 定位了12座生物实验室 卫星图片显示 这些实验室位于哈尔科夫 利沃夫 基辅等地 且大多数实验室都位于城市社区之中 俄罗斯方面表示 俄方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 有140多个装有蝙蝠体外寄生虫 跳蚤和皮虫的容器 从哈尔科夫的生物实验室转移到国外 还有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 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被转移到国外 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公布的资料 R781项目值得关注 该项目考虑将蝙蝠作为潜在生物武器制剂的载体 该项目包括研究能够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细菌和病毒病原体 包括鼠疫 沟端螺旋体病和冠状病毒等 这些研究是在紧邻俄边境的黑海沿岸和高加索地区进行的 俄罗斯国防部近日指出 美国及其盟友的任务之一 极有可能是制造能够有选择的 针对各族裔群体的生物制剂